《桃林鐵路》它的開始跟它的結束 這個非常值得我們懷舊的一段 歷史的《桃林鐵路故事》 首先我們談剛開始的時候 建立是在57年1月1號開始正式統徹營運 在民國101年12月28號 剛好是年中就在那個時間點跨下一個恩底 一個點 這條鐵路它本身是為了林口火力關鍵場 而興建的運煤專用火車鐵道 那本身這個鐵道它有很多很重要的支點 在鐵路的沿線有米倉 有岩倉 然後化工的一個支線 化工就是新竹化工裡面所用的原料 即那個塑膠所用的一個原料 還有水泥廠所用的水泥 還有裂爐廠所需要的很多材料 通通經過這個鐵道來運送 當然最主要是運煤 那我們這個鐵道現在已經畫下一個據點 那畫下據點我們有四個方向 大約有四個方向來作為我們後續 這個鐵道的一個展望 第一個就是機場捷運 機場快線 機場快線現在目前被綠線期待 桃園市的綠線期待中正路 第二個變成公路使用的狀態之下 有牽涉到產權 那個產權大概是應該要花 七八十億向台灣鐵路錢購買那個產權 然後最主要底下有那個油管 那油管會產生 上面如果公路使用的狀態之下 變成重量擠壓的話 會把油管擠破 擠破裂 產生落油 產生一個爆炸的一個危險 這個也不可行 目前來講 然後就是BRT專用道 BRT專用道 因為牽涉到它的費用高 那它的運輸成本也相對的偏高 所以說這個也暫時有不可行的一個狀態 最後我們抓到一個平衡點 就是變更為自行車的車道 在自行車車道能夠使用的狀態之下 我們產權就不用向台灣鐵路局去互惠 直接就使用就OK了 最後我們的一個展望 就是在鐵道的邊邊 我們大快溪社區剛好在桃令鐵路的寶山站旁邊 那寶山站剛好在公園 在我們大快溪社區的一個點上面 我們想懷舊這個桃令鐵路的一個歷史背景 我們想創立桃令鐵道一個懷舊一個咖啡館 在我們社區的公園裡面 那這個公園裡面來歡迎民眾 歡迎運動的人士來這邊大家話說桃令鐵路的一個歷史